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猫本五分钟 用五分钟带你了解最奥贼的生活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强力安领一个看电影的神器 它就叫做Closed Caption Device 那在澳洲电影院看电影呢 尤其是英文电影 大部分电影它都是没有字幕的 连英文字幕都没有 所以就更别提这个中文字幕了 对于我这种英文渣渣来说 当然也没有那么渣了啊 当然也没有那么渣了啊 就是每次我老公说要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听起来真的脑袋都大 因为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是就是60%靠听 然后剩下40%都是来靠猜的 这就特别影响我的电影这个观影的体验 就是我估计我爸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这里就一定会立马打电话给我说 喂 姑娘 你这都来澳洲三年多了 英文电影现在还看不懂吗 其实在这里我一定要解释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英语非母语的人来说 在刚来的几年内 就是完全能听懂这个英文的理语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就是我每次跟我老公去看电影 然后他其实英文水平还不错 雅思有7.5的水平 然后每次我有不懂地方我就问他 我说哎 我说他刚才说啥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他也听不懂 然后他每次就在那装 然后就在那演说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然后就啪 就过了 就没有下文了 OK 那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就比如说我们去浩瑞斯看电影 那我们在订电影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场次西西那里有一个CC的字样 那CC呢就表示荧幕上是没有字幕的 但是如果你非常想看字幕的话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电影院的检票处 或者是售票处那里找工作人员 租一个字幕器就好了 它还是免费的 但是呢 大家要记得我们要带上我们的photoID 作为这个抵押物 在看完电影之后 我们还是去找工作人员 用字幕器去换回我们的photoID就好了 那字幕器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背脱架 再配上一个可以调节方向的LED的屏幕 那在电影开始之前的广告时间内呢 它是不工作的 但是在电影开始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播放字幕了 就是自从用了这个字幕器之后 每次我老公有不懂地方 他会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是真的 我也不想理他 那其实字幕器的初衷呢 是给患有体力障碍的小伙伴们使用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辅助的仪器 来帮助我们学习英语 或者是提升我们观影的感受 但其实呢 字幕器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盯着这个字幕器的话呢 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精彩的电影镜头 电影画面 那字幕器的优点 那以及使用方法 以及效果 我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们有用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点赞 然后同时把它分享给 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 儿子你要走了 那你走吧 然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 然后给我们点赞 爱你们摸摸大 拜拜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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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